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汇编里面吟用了语言潮 天如禅寺的一段开示 这一段开示的文很长 意思是说 古人有一首记 说的是 我见他人死 我心热如火 不识热他人 看看能到我 这一首记是高度紧测 修行人的 这些话 也是所谓的老僧常谈 哪个不知道 哪个不会说呢 禅思说得很好啊 现前诸位大德 都是下手做功夫来的 就像前面所说的 宋朝时候 曹汉 秦师在唐朝时候 听法师讲一次经 佛家讲一做就是一词 听完之后 他很欢喜 大债共重 就重这么一点善 使他好几世 都能够不设计 都能够不设人身 都能够生活得很好 到宋朝时候 做到了将军 由此可止 现前世间富贵之人 必定是过去身中 曾经修过真实的佛报 真实佛报 机缘难逢啊 有时候机缘遇到了 不知道去修佛 实在是可惜啊 尤其是修行人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相信佛的话是真实的 都是无量节来 生生世世人 不施供养 文法修行 如果没有这样的善根福的因缘 在如今无浊卧室 你怎么可能 得人身 文正法 这个语言太稀有了 古得的赞叹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 这个话并不过分 说的是大实话 可是我们呢 也没有在意 为什么我们修行 功夫依旧不得力 语言就是在没有彻底方向 虽然天天做功夫 天天修学 过在哪里呢 过在不精进 不勇猛啊 不勇猛啊 不长久 没有长远信 不能说你不发心 可是心发了之后啊 很容易退实 我们的毛病啊 就出在这个地方 故知不知道呢 知道 知道不能改啊 善知不知道呢 知道 知道不肯违啊 为什么知道你不肯去干 这我们也常说 这个事情 我在促修佛的时候 二十几岁 曾经提出了跟张家大师 请教过 张家大师告诉我 知得不彻底 我想想很对 他老人家告诉我 佛家的教学 知难行义 这个话 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知真的是太难了 世尊说法四十九年 就是希望大家 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明白这个道理 行 舍在讲一念之间 那个念头一转 即身成佛 我们在世尊 给我们做师范 我们看到 善才一生成就 法华经上 农旅八岁臣服 说明 行不难 你为什么不肯行 是你知道的不透彻 你是一知半解 果然知道透彻了 明了了 哪有不放下的道理 真正明白人 彻底放下 永恒不变 佛在经上赞叹 这种人 真是丈夫 大丈夫 真正的所谓英雄豪杰 可是我们细心观察 这个世间修行人 几个人能够保持 十宗不变 天如禅寺说得好 十个人 十个人里头啊 就有五双啊 都会退时到心 他说了 退时到心是什么缘故呢 有退时的因缘 因 就是刚才说的 他对于 宇宙人生 道理 道理 四十真相 没有真正明了 这是因 缘呢 缘呢 内有贪嗔痴的烦恼 自私自利 外面 有五于六成的诱惑 这都是缘 内缘 外缘 都不善 他怎么会不退转 禅寺在此地跟我们讲的缘 他说了三种 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 他说第一个 为身口所累 为了 要吃得好一点 要过舒服的日子 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 追求明文立扬 五于六成 为这个所累 这在家出家都在其中 第二个 说在家人 他有家亲眷属 为眷属所累 他要养家后口 为家时所累 出家之后呢 是应当一切时期 可惜的是 身出家了 心没出家 依旧没有把 明文立扬 放下 晨天在 名利中做活计 于是 退设了道行 这些烦恼兮兮 泪杀天下人 忙了一失 烙了一失 苦了一失 苦了一失 空过了一失 又何况 在一失 在一生当中 其五无量的贪嗔痴 造了五无量的大小物业 物业都有果报 古报在山土 山土把那苦海之中 生死轮回 受无量无边的苦恼 不得泻脱 不得泻脱 佛为我们 讲尽说法 祖死大德 苦苦婆心的 劝慧 只是 始终不曾 清醒过来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曾经细心去思维 去寻找 这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没有将 所识的落实 如果能够有一分落实 就有一分受拥 有两分落实 就有两分受拥 所以世尊在经论当中 无数次的提醒我们 受持 读诵 为人 耶稣 这一句话 就是落实 你听了 听明白没有 没有完全听明白 明白一句两句 行 你把你明白的 这个一两句 落实了 你就得受用 所以 不必完全明了 完全明了 不可能 明白个一句两句 人人人都做得到的 那么换一句话说了 如何把你明了的 去做到 这叫实则 这是功夫 这是真实受用 常常听 每一天能够明白一句两句 这样累积个三年五载 这个人就开悟了 那我们也常常听经 不止三年五载了 我们也相当明了啊 为什么不开悟呢 我们被烦恶 我们被烦恼堵塞了 我们被自私自利蒙蔽了 还是没有落实 我一天听懂一句 我把这一句做到 明天又懂一句 我又把这一句做到 这样的人才会看悟 听懂了 不能够落实 不能做到 跟听不懂 没有两样啊 跟不幸福 也没有两样啊 纵然你会讲 你会讲有什么用 就寄问之学 听别人讲 寄问之学 就是不能落实 能落实啊 这个寄问就变成实学了 这个当中的差别 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 佛在经上 说得好 但是这个话 不好懂 佛说 我们的身体 建树 家庭 扩大到世界 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 身心世界 一切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虚妄的 身心世界 是虚妄的 这个道理太深了 佛要把这一桩事情 说清楚 说明白 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讲般若 二十二年般若的 总纲灵是什么呢 就是《金刚经》上 所讲的几句话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实观了 你要真正懂得 真正明白了 你自然放下了 就放得很彻底 放得很究竟 那么你给自己 就找到了 自己是什么 真如自信 禅宗里面讲 明信见信 见信臣服 你要不能把身心世界 一起放下 你就永远见不到自信 自信就是被这些东西 障碍住了 被这些东西蒙蔽了 《金刚经》上讲的 一切有为法 有为法里面 包含 不要法里面 全面四法 第一个是心法 所以心要放下了 心是什么 妄想分别之主 妄想是阿雷耶 分别是第六意识 执着是摩纳 所以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阿雷耶 是摩纳 是第六意识 这是心法了 身跟世界呢 色法 那么这个里头还有 心所法 心不相应 刑法 这个四大类 都叫做有为法了 确实假的 不是真的 六道众神 迷失在其中 把假的当作真的 真的 完全 不认识 佛菩萨 给我们讲解 说明 我们听了 也不能完全相信 不肯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 所以真的 真的永远不能陷进 假的永远不能离开 这样修行 拖泥带水 深深世事 无量皆来 不能振苦 不能得佛法真实受拥 你是多可惜 多冤枉啊 即使我们能行悟过来 只有一个办法 要把你所知的落实 你就会醒悟过来 你就会醒悟过来 你落实一分 你就一分觉悟 落实两分 你就两分觉悟 果然觉悟了 绝不一念 身心世界 换一句话 分别执着 逐渐逐渐淡薄了 智慧也逐渐逐渐增长 智慧开了 什么时候 分别执着 完全没有了 那就恭喜你 你就见心 你就明显见心 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证得了 真正清除明了了 所谓坚信成佛 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 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 这个人叫自度度他了 这个人成为佛 成为菩萨 所以 归根皆地 知故要改啊 知善要为啊 这一段 我们就介绍 有个人来说 这一段 谢谢大家